哈囉 RAW4粉絲團的車友們 大家好 因為我們這台車應該有在社團直播 剛好又是Toyota的RAW4 所以我們沒有在自家KT的粉絲團裡面開直播 在RAW4的車友團裡面開直播 因為這樣的話 對大家想要看的東西 應該有比較有幫助 那如果線上的朋友 你是剛好開RAW4的 很歡迎如果線上有底盤相關的問題的話 很歡迎線上立刻再詢問經理 經理會把鏡頭帶到大家想要看的地方 來跟車友們來介紹 那今天這一部RAW4要改裝的零件是 KT的道路板避震器 還有加上後方的仰角調整器 之前影片當中 我也忘記有沒有介紹過仰角調整器 那今天就要改裝這兩樣東西 那車友的車高要求會比一般的略低一點點 因為這個世代的RAW4 它的車高還蠻高的 輪胎上遠到葉子板差不多有大概 八個指縫那麼高 那今天的話要降到大概剩下四指幅左右 四指幅也差不多是 KT 一個道路板設定後面 最低的一個幅度 因為這台車如果再降低的話 彈簧勢必得要再縮短 那整體的乘坐感的話 就會比較硬朗一點點 就失去RAW4應該要有的舒適度了 所以我們的版本 降到最低的話大概是四指幅左右 那我們來開始介紹一下原廠的一些零件 還有KT 的一個部分 這個是前面的避震器 它的前面避震器的話 是一個賣花城的懸吊系統 那這台車其實還蠻新的 正常來說上座還不會壞掉 可是如果車輪有比較久的話 像是我們之前也有安裝的是三代的RAW4 那個車都已經大概有可能 車輪都差不多快十年以上 所以上座就有可能差不多 這裡有橡皮 橡皮的話它老了會 用久了會劣化 或者是會脫落 那裡面下方的話有一個軸層 所以要大力一點 它這個軸層下方也有一個軸層 軸層的話也是消耗品 當我們在轉向的時候 如果有異音的話 就有可能是上座的軸層壞掉 所以這些零件都是消耗品 但改KT 的話不用煩惱這些問題 因為KT 的話 這樣的總層件都是負新的 連上座的話都是負新品 不必再拆原廠的上座來沿用 拆原廠的上座其實還有一個缺點 就是它上座的話 其實還有其他的零件 還有轉接座之類的 那有可能在拆下來 要挪到沿用原廠避震器設計的時候 有可能組裝的順序 或者是組裝的零件 有可能會有錯誤 所以沿用原廠上座 要對這些車系 要比較了解的技師 才比較不會有安裝上的失誤 所以這個是前面避震器的部分 KT 的話就有附上座了 不用擔心 這個是後方的阻尼筒 那三代四代的後方阻尼筒 其實是一樣的 但是到了五代RAV4的話 是走TNG2的底盤 它的底盤架構跟這個就不一樣了 這個四代它的行程比較短 所以這台車 有很多的車友會詢問說 我的車只是為了好看 能不能改短彈簧 如果五代RAV4的話就還好 因為它的後行程的話 略長一點 可是這一個四代RAV4 它的行程比較短 所以如果要改短彈簧的話 勢必有可能會影響到 後方同身的壽命 那如果像是五代六代 七代的Camry 它的前面後面的避震器的行程 都是麥花城的懸吊系統 所以它的行程很長 那像那樣的結構 來改裝短彈簧的話 就無所謂 因為它的行程那麼長 犧牲掉三公分的話 都還不至於會影響到 原廠統身的壽命 但這台RAV4的話 以經理的立場 就不太建議改裝短彈簧了 因為它的懸吊後方的話 行程比較短 不太有空間 讓它在犧牲掉短彈簧 要下壓的一個空間 這個是後方的統身 這台車是進口的 所以它的邊緣器也是進口的 這個是日本的知名品牌 所幫Toyota代工的TOKIKO 那這個是後方的彈簧 後方的上部橡皮 這個是彈簧上方跟下方都有橡皮 上橡皮的話 KT就有附了 下橡皮要沿用原廠的 那KT的設計 很多車友比較有彈簧之力的 會詢問說彈簧的公斤數多少 KT的設計 這台車不論是 這台世代也有 也有Hybrid的 有電的版本 也有四輪驅動的版本 吸氣數的話有不同 但是避震器底盤架構 全部都是一樣的 後方KT都是配置6公斤 前面的話是配置7公斤 所以這個是後方的彈簧 那這裡有一個比較特別的東西 這個東西是後方的仰角 那為什麼要改裝這一次的原因呢 是因為當車高降低之後 後輪的角度 就一般車友說的外巴內巴之類的 它會變成Camper的會太趴 所以造成輪胎的內側會磨耗得比較快 一般我們稱之為吃胎 吃胎是一般大家口語的說法 但是正常來說就是會造成它的輪胎磨耗不均勻 所以需要改裝這一次的後方的仰角調整器 它原廠的都是固定的 它沒有辦法來改變它的支臂的長短度 但改裝可調之後 這個的長短度變成是可以調整的 變成它的Camper的角度呢 可以藉由上方的可調機構來做出不會吃胎的角度 這個是後方的仰角 那我們改裝的選擇的品牌是這個品牌 這個是龍影 Summit 的 S-Wave 那我們來介紹後面 後方的話已經裝好了 後方的藍色的部分就是KT的產品 橘色的話這個就是經理剛剛介紹的後仰角調整器 那我們再用這個角度 來跟車友們來詳細一點點 這是後輪的輪胎 正常來說它輪胎不是垂直的 它在正常大概八指幅車高的時候 是有一點點角度的 可是它後方是一個多輪感的懸吊系統 當車高降低之後 它後輪的角度會變得比較趴 所以輪胎這邊的磨化會比較快 當然它這樣多輪感的懸吊系統 後方其實會有一個偏心螺絲 可以校正後方定位的角度 但它校正的是這個 投影是竖角 而沒有不太有辦法去改變Camper角度 所以當車高降低之後 它的輪胎Camper變趴 就需要改裝後仰角調整器 讓它的定位的角度 趨近於原廠不會吃太的角度 所以這個是為什麼要改裝 前輪的話 前輪的話 KT的產品還蠻貼心的 在避震器的前面 避震器的前面的話 上仰角孔就有做一個橢圓孔 就可以微幅做Camper的調整 所以前面的話 就不用改裝 好那這個是後方的彈簧 這個是6公斤的彈簧 這個是上方的調整機構 它上方鏡頭拍不到的地方 其實它有一個橡皮 這個橡皮的話 就是KT所附的橡皮 下方會有一個原廠的 下橡皮的話 就沿用原廠的 這一個的筒身 其實可以做正裝 也可以做倒裝 那為什麼我們在這裡的話 都會裝倒裝的原因 是因為當倒裝之後的調整機構 它有一個阻尼旋鈕 就會在下方 我們手啊 車主的手 繞到輪胎的下方 後方的話 就可以調整到軟硬度了 如果是坐在上方的話 變成車子要撐高 手才伸得進去 才有辦法調整到 這個後方的阻尼 所以我們的設計的話 正叉 正叉 正裝或倒裝的話 都是可以的 但是一般比較建議 我們做倒裝 會比較方便 車友來做軟硬度的調整 那後方的這個 車高調整 就是靠這個 調整機構來做調整 這個 彈簧上方的 這個是來調整 它後方的車高的 那這個就是仰角調整器的 仰角調整器的調整 是從這個地方 它能夠藉由這個 小的調整區間範圍 來調出車主 不會施態的一個角度 所以這個是後輪CAMBER 就從這個地方 來做調整 這個是後面的部分 後面是6公斤 它前面的話 我們配置的彈簧 是200長7公斤的 一個燈籠狀的彈簧 燈籠狀的彈簧 它的優勢就是 它的做動畫 會比較平緩一點 比較不像直捲彈簧 那麼的直接 這個是 這裡有一些離載串 離載串的固定點 還有ABS感應線 這個是油管固定架 這些的相對位置 都是一個專車 這台車 RAV4 3代 4代 這裡的局部零件都一樣 這個都是專車 專用的規格 那這個彈簧 它不是做直捲式的 因為RAV4 這個四代的話 三代四代 還有四點五代的話 其實它的車 它的車的阻尼 其實做得很舒適 所以當我們在改裝的時候 的方向 跟一般轎車比較不一樣 因為我們還是得要兼顧到 它原來應該有的一個 舒適的水平 所以我們在彈簧設計也好 在阻尼的設計也好 都會考慮到這台車本來的一個舒適度 所以我們的大概阻尼提升的話 乘坐起來 大概會比原廠音大概30到35%左右 並沒有做得特別硬 跟一般轎車的設計的方向的話 是不太一樣的 像包含這個彈簧 它的彈簧不是直捲式的 它是一個燈籠狀的彈簧 那燈籠狀的彈簧 我們在遇到路面不平整的時候 往下壓跟回彈的時候 它有一部分的大概35%的力道 會往兩旁釋放 所以它的作動就會平緩一點點 不會像直捲彈簧一樣 是直上直下的一個作動 所以它的 除了作動比較平緩之外 它這個彈簧的間距 也比一般直捲彈簧還要拉得比較開 所以它彈簧一樣有形成 所以這個的形成 會比直捲式的彈簧的形成 大概還多了大概30%左右 所以這個是這種彈簧 會比較兼顧到舒適度 所以這種休旅車的話 我們為了這台車 打造了這些專用的一些基建 這個是前面的一個車高調整 它是靠它統身的長短來調整 所以最高的話 可以跟大概接近原廠的高度 最低的話大概有辦法做到 會配合後方的車高 做到大概3指幅4指幅左右 所以它降低的幅度的話還蠻多 而且不會因為調高或者是調低 來改變到它的整個操控性 因為它不是靠壓縮彈簧去改變車高的 所以它調高調低的 開起來的感覺是不會差異很多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前面上座的部分 車友原本也有裝了同一個品牌的拉桿 它上座的話是在這個地方 所以上座的話KT有附一個新品 在上座的正中心的話 會看到一個KT的LOGO 這個LOGO就是在調整阻鈴用的 我們往順時針的話它就變硬 往逆時針的話它就變軟 一共有30段的阻鈴可以調整 那調整的一個小技巧就是 第一個我們先設定好胎壓 胎壓的話不能太高 一般休旅車的話我們都建議大概冷胎壓 駕駛座日系車們 在駕駛座的門旁邊的話 就有一個胎壓建議時 冷胎壓大概32-33PSI左右 當胎壓設定好之後 我們再來調整阻鈴 阻鈴的話左邊跟右邊一定是必要對稱 前後的話不必對稱沒有關係 那今天這台車我們待會的話 因為這個原廠規格的輪胎 它的扁平比很厚 所以我們阻鈴的話會稍微拉高一點點 應該會做到17段18段 後方的話應該會大概15段左右 所以這個是原廠的比較高扁平比 17吋的高扁平比的輪胎 經理給的建議 那像用料的部分的話 如果才第一次看直播的車友們 我們會針對我們的用料 跟車友們來介紹 像是KT所使用的油風 這台Rawful是日系車對吧 那日系車很多的車友 選擇的改裝避震器品牌 都是選擇日本一個綠色的外型 它是日本的Team 那日本的Team的話 它所使用的油風 也是使用日本NOK的油風 日本NOK的喔 KT的話也是使用日本NOK的油風 那在主尼有的部分的話 避震器裡面所填充的主尼有 這個也蠻高檔的喔 是使用意大利IP的主尼有 意大利IP的主尼有 意大利IP的主尼有 它不是授權來台灣在做混裝的 它是一整桶喔 200L 200公升 從意大利進口來台灣的一個 一個原裝的一個產品喔 所以它的油品的穩定度相當的不錯 那再來就是KT的本身是一個 製造避震器的工廠 所以如果用了大概三五年之後 也許主尼有有烈化啦 也許有可能會有肉油啊 這些都是可以翻修的喔 日後的話 要針對單一的零件 比如說避震器上面有防塵套 有饅頭 這些都是可以單獨來做汰換的喔 都是可以維修的 那如果車友們 在選擇避震器的時候 會常常在社團裡面 詢問車友們的看法 那如果是要做 車友們要推薦的話 其實很難做一個選擇 因為在避震器的選擇上的話 每個人的所需求的感覺都不太一樣 所以經理會建議的 車友們選擇避震器的時候 多多來做試乘 那試乘的話就可以 自己乘坐了之後 瞭解自己想要的感覺是什麼 再來選擇想要的一個避震器 所以建議車友們 要選擇避震器的時候 就可以試乘看看 那KT的工廠在台中 KT的話中區有經銷商 北區有經銷商 南區也有經銷的電角 這些所有的通路系統 都有辦法提供試乘車 來給車友們來試乘 所以車友們有需要試乘的話 請千萬不要客氣 那試乘之後 覺得產品有符合自己的需求 有滿意的 再來考慮KT的產品就好了 那如果車友們還有任何問題的話 都很歡迎用私訊 或者是用LINE跟我們聯絡 以上是今天RAW4的一個直播分享 謝謝 拜拜